2月4日在安徽同龄 醉酒男子刘某因车费问题 与出租车司机发生纠纷 在民警调解后支付车费离开 不一会儿民警又接到报警称 一男子在路口拦车跪地磕头 民警到现场发现该男子正是刘某 因为这个就是越南对了 三批是吧 对 你就很难过很删心 司律师是吧 是 你希望做球多少年 是 平时喜欢做球的司律师是吧 喜欢做球 然后喝酒酒量就不行 他经常退出了 我讲我也喜欢做球 不仅因为这个事情做出不理自己的行为 签个字签个字 你们下次把他带回去 哦 小伯娘我刚才你09年你去 你是出门你家人知道不 知道了啊 嗯 这么小的年纪一个人坐车 得跟交流人联系一下 联系了 联系了 我已经给我妈打个电话了 我妈现在也在邵阳 没有电话吗 我找一下 妈电话停机了 只能找危险 我爸那个电话号码不能用 然后我妈的是停机 你妈他们在邵阳 你一个人在验 不是 我也在验 我在验我姑姑主要 那你姑的电话也行 别变都行 我不是老年人他不会用 没电话号码啊 他不会 他没有手机 那查一下他的 看一下他家里面人的 有没有啥联系方式 是 等一下我查出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你家里人知道不知道 我妈不知道 到底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哎 你好 哦 我们是活站拍所的 啊 意思是让他退票 你过来接他是吧 他走你们不知道啊 那行 好了 你留下我们的人陪你一块去睡 刚刚给我等着你家人来接 你这么想用 我们必须要和他亲戳 谁说里面有个小孩 厨房还有个煤气罐 然后就直接就是也不管那么多 大概就是十一二岁吧 小孩当时都被烟给生昏了 说那个小孩所在的房子 基本上都找了大魂 碰到门也进不去 我们那浇水把那个门也浇不上去 最后就是找了个铁棍 然后把窗子给他撬开了 从那拉出来了 叫人就开车把小孩 直接送到医院去了 过去我看好像电源也没切断 然后过去直接把电源切断了 最后是没机会是消防队员 来拿出来的 他们就说让我不要这么冒险 我说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 考虑那么多 任保安市云台山景区一名还卫工 在悬崖捡垃圾16年了 每天要下到68米深的悬崖 检视游客丢弃的纸穴 苹果盒 矿泉水瓶等垃圾 他说现在游客素质提高了 往年春节一天捡20斤垃圾 现在一天捡10斤左右了 我今年52岁了 在悬崖公围16年 春节游客比较多 我一直在工作岗位上 没有给家里吃过额言饭 往年春节捡20斤左右垃圾 现在游客数据非常高 现在捡个10斤左右了 我们现在要捡个垃圾 纸巷 螢幕糊和泡圈水瓶 我要怕遇到再当自己嫁一样 捡个干干净银子上 游客看得舒服舒服 2月1号晚上7点多钟 地铁一号线新街口站 工作人员向执勤民警反映 一名乘客在车厢内 捡到了一个守灵带 急寻施主 我们经过核实 这个守灵带里面有三个红包 还有三张这个初中的数学试卷 其中有一张数学试卷呢 已经这个做过了 上面有这个小孩的名字 民警立刻通过警务平台查找 很巧的是指挥中心很快也接到乘客报警说 孩子在地铁上丢了一个包 后经核实正是守灵带的主人 随后民警与施主约在地铁站见面 你看一下 里面钱你点一下 反正我们这边乘客当时走得比较匆忙 也不愿意留联系方式干嘛 反正就是说小妹这个过年期间 家里面家长给的红包比较多 还是要保管一下 原来孩子和家人一起去亲戚家拜年 在回城的地铁上翻看试卷 很快到站的时候 慌忙收拾东西下车 不料把守灵带给落下了 索性遇到好心人 压岁结和试卷都物归原主 我们下车也贵这边 我们下车也贵的 只能试卷 是小妹 nghi直到战 不是小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